早安现场 现在时间台北早上的7点18分05秒 您现在所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台早安台湾 我是张婉如 我是谢嘉欣 在今天我们节目现场要开放Coin之前 我们要先特别请到专家来告诉我们 最近在台湾大家所关注的 当然也不止台湾了 全球所关注的一个反恐的议题 到底该怎么样来解读 甚至台湾也被美国总统欧巴马 列入反伊斯兰国联盟之列 那艾斯的一个影片当中 也把中华民众的国旗就列在 纳入了其中排在美国国旗的旁边 这件事情也让台湾民众 我们会不会被列为 他们所攻击的目标之一呢 但如果真的是被列入的话 其实我们是台湾已经有所准备了 这也是很重要的一个议题 方向 当然等一下在七点半过后 欢迎听众朋友可以持续来加入 我们今天的节目讨论 不过我们首先要欢迎的是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的 主研究员吴启纳老师 吴老师你早 吴老师早 大家早 吴老师已经在我们的录音室的现场了 那首先先请教老师个问题 台湾我们其实已经是一个 反伊斯兰国联盟的议员了对不对 那我们到底要怎么与国际之间一同来反恐呢 老师您的观察 我觉得其实是这样 就是欧巴马的他的宣誓当中纳入台湾 其实是政治姿态那大于实质宣誓 他的政治姿态实际上重点是 他要跟俄国甚至于中国的反恐 做一别苗头 而且他实质的利益方面 他需要各个盟邦来分摊经费 那这个至于伊斯兰国 他把这个攻击的对象当中纳入台湾 也是一种针对性的政治姿态 我想这个事实上这个ISIS 他对于台湾并没有特别具体的印象 如果说有一点印象 第一个就是所谓美国中小型的追随者 第二个是对穆斯林不算友善的国度 那么其中的第二点 是我们身在台湾所不自知的 像科文德市长说 台湾是对伊斯兰最很友善的国度 这个跟穆斯林世界的认知有一点落差 可是老师的确我们在台湾是认为说 像台湾是有一些移工 然后是来自印尼的回教徒 那周末的时候也会看到他们在台北的街头 如果我们以台北来说 台北是有聚会的 也有专门穆斯林敬拜的一个地方场所 是 在台湾的这个印尼移工的数量 应该是在十万以上 那么大概 他们在台湾做遭受到雇主的对待 被国际上认为是还不够好 那么基本上是跟台湾对于这个伊斯兰的比较的 这个知识的欠缺有比较大的关系 是 但是我想这个台湾的角色跟这个 国际上对台湾的期待到目前为止 还是只是希望得到台湾的一个政治宣示 所以是说我们这个是不是说 真正在这个国际的反恐联盟里 可以扮演什么角色 这很难讲 我想坦白讲 就是我们因为跟这个国际社会脱节已经久了 那台湾的国际政治跟地缘政治议题 相对来说比较单纯 所以以往呢 我们几乎不必要去思考 这个遭受到恐怖威胁的可能 那坦白讲 这个就ISIS方面 其实他们攻击台湾的几率 在目前看来也不算太高 很简单 就是说这个恐怖攻击的目标 它是为了要制造比较大范围的 这个恐怖的效果 可是假如在台湾来制造这个攻击 其实效果是蛮有限的 所以大家现在关注 比如说跨年的时候 比方这101地标 全世界都知道的地方 对 那么目前看起来 是说台湾整个跟伊斯兰世界 甚至于跟恐怖组织 没有直接利益上的冲突 除非是我们现在 因为我们这个对反恐的经验不足 而且是有一些漏洞 我们不见得可以 这个应对 这个恐怖分子的一个渗透 这样子是可能会发生一些袭击 所以我想我们 当然有必要去恶补 对这个恐怖主义的知识 还有反恐的训练 来提升这个全民跟全社会的一个警戒 但是当然我们也没有必要焦虑跟恐慌 其实是没有必要过度的焦虑恐慌 但是提高警局老师说的很重要 保持警戒性是重要的 在台湾我们来看到官方 其实在2013年底就成立了一个叫国家级的反恐训练中心 地点就是在桃园 所以等于是一个把台湾的反恐部队统一指挥权了 就是在他的联系管道上面能够更一致性 掌握情资 蒐集情报 还有一些进行反恐的专业训练 所以老师如果真的是有恐怖分子要攻击台湾的话 我们当然提高警觉之外 我们是也有能力做一些伟安的工作呢 应该是说这样子 我们现在跟这个国际合作 其实主要是跟美国的合作 在情报方面还是比较畅通的 当然单方是美国提供的情报比较多 那么台湾目前在这个情报搜集的能力上面 受到一些条件的限制 这主要是我们对于这个中东世界的了解 还有我们在语言能力 有语言能力的这个人在参与这个工作方面 还做的还不够 我想是需要花时间来做这个协调 当然这个目前看起来是 是这个迫在眉睫的事情 必须马上去做了 是的 我们在跟美国的合作上是紧密的 但是跟大陆的合作呢 因为在这个礼拜我们也看到 大陆的国台办也说了 两岸的警方最近在合作打击犯罪上 不断的加强沟通 反恐也是一个两岸合作的重要范畴 所以两岸是不是也有在反恐上合作的空间 当然在过去可能是治安上啦 就是在有一些台湾的通气要犯到大陆去 然后呢双方之间有一些合作 但是如果在台湾的部分 在反恐上我们是不是有合作空间 我想这个目前不管是国台办还是台湾方面的一个反应 其实主要是针对这个记者提起 这个美国要把台湾纳入反恐伙伴来的 来做的一个被动的回应 目前这个状态下面还是停留在一个抽象的宣示上面 那我想在这个现实层面当中 两岸在反恐议题上的合作 目前看起来它的这个可行性不是非常高的 首先我们在政治面上来看 两岸在反恐议题上的立场并不是完全一致的 就是怎么样认定恐怖主义 这样的不是完全一致 第二个在执行面上面 就是两岸在反恐事物上面 目前没有真正合作的经验 也很难找到这个合作的切入点 就是像这个台湾现在宣示的 我们在这个人道救援跟低度的情报合作方面 有可能找到一个合作的空间 但是一旦切入到政治议题 就这个合作空间就会变压缩了 所以这个我们就举个例子 如果是新疆的这个维吾尔人 维吾尔人是涉及到这个伊斯兰国的活动 或者是其他的恐怖活动 那么北京当局要求要通缉 那么这样的人士 如果是在桃源机场合法入境 台湾能不能够配合 说北京假如要求要去遣返这个人 我觉得蛮可惜 这个是会有争议的 会有争议的 那么台湾可能是需要先跟美国打招呼 假如说是不是在美国的名单里面 假如真的遣返台湾内部的政治势力 也可能会借题发挥 所以我想这个合作的空间 不是那么大 就有点像这个美俄之间 他都宣示打击恐怖主义 但是双方对于恐怖主义 还有恐怖分子的定义 却不完全一致 这个双方自己的政治需求 也不一致 所以这个两岸呢 其实不管是一方 或者是两方各自 或者是双方一致宣示反恐 到目前为止 还是比较多的停留在宣示层面 那么至于实质的合作 我们要看未来的发展 所以刚刚老师提到说呢 两岸对于这个反恐的这个认定 跟定义是不一致的 那可不可以帮我们举个例子来说明一下 他们这两岸之间到底会怎么样认定 我想两岸呢 这个最大的差异是在于去看待 像新疆的这个民族主义的运动 因为这个新疆民族主义运动 它有一些背后的这个历史的文化的政治经济的背景 这个背景呢 基本上在这个大陆的这种宣示当中 它是把它朝向这个恐怖主义的方向去描述 那么台湾大概是不太愿意朝这个方向去 所以它对于这个比如说维吾尔的民族主义运动的 一个这个认知跟描述 都比较倾向于说是一种这个政治跟文化的抗争 由这个例子来看 刚刚老师提到这个切入点 如果就刚刚老师也提到说 如果这个有僵独的民众进来 我国的话 这样桃源的话 那当大陆需要说我们要帮他遣返 可是我们不一定认为他是恐怖分子 这个就是跟我们基本上现在是恐怖 所谓恐怖分子的名单 是从美国那方面来获得的 所以依照这个 除非这个入境是非法的 那我们可能会遣返 只要说是合法入境 现在其实不太找得到这样的这个机会 去配合大陆方面的要求 是 我们再来就是也看到说呢 这个有来自大这个新疆的大陆公民 他们在伊拉克还有叙利亚呢 加入这个IS的攻击的行动当中 那大陆学者呢 也呼吁说要催生反恐法 为什么大陆人是会加入这个IS伊斯兰国呢 我想这个是有这个文化的政治 还有历史的背景 我想这个维吾尔人 这是里面的一个主角 就是他是 他们有着这个 在中国大陆的社会当中 比较边缘化 而且受挫的经历 那这个经历 他的反应是 他经历了一个再 伊斯兰化的过程 那么这个维吾尔人呢 他跟中国的主体民族 汉人在文化上 有很大的差异 而且在近代 跟现代历史经验上 没有差异 所以他在中国的这个现代化 跟中国进入全球化的进程当中呢 跟世界其他地区的穆斯林一样 他有点被边缘化了 所以其中一部分人 他是用比较激进的方式 来反抗这个现实 包括呢 他们去检讨自己 本来是比较世俗化的生活 来追求回归宗教基本教义 同时呢 也提升民族的意识 还有诉诸政治需求 比如说像江独的诉求 那么甚至于暴力 比如在1980年代末期呢 有一些人就参与了 之前的阿富汗的这个塔利班 跟这个奥开的 那现在的这个ISIS呢 其实更提供了一个 这个维吾尔宗教主义 或者是分离主义者表述的管道 那么针对这个维吾尔人的政治诉求呢 这个以往在1949年以前 中华民国政府啊 还有在1949年以后的这个大陆当局 其实本来都是用政治方式 要么是打压 要不然有时候有点怀柔 可是呢 直到这个1990年代之后 才面对到这个恐怖主义 这样的一个现象 就是他们不晓得怎么样去应对 这个像是不管是这个极端的宗教主义 或者是恐怖主义 它都是无形的东西 这对于我们抱持所谓 比较实用主义的汉人来说 都是所不熟悉的 也没有经验去应对的 所以你说没有经验 是大陆方面没有经验吗 大陆方面没有经验 其实我们这个原来源于这个1912年的中华民国 也不太有这方面的经验 是 好 现在时间来到台北早上7点30分 39秒 要40秒了 我们先休息一下 待会呢 我们节目给它开放call in 邀请大家来探探 您对这个反恐有什么样的看法 巴黎恐怖攻击事件后 各国身高反恐层级 但遗憾的是 仍然不时传出死伤的消息 甚至有大陆公民 遭伊斯兰国IS恐怖组织杀害 还有 IS发布最新影片永不停歇 影片中提到将继续奋战 并将全球60个抗IS国家列出 中华民国国旗也在其中 您如何看待IS组织 您认为 各国联手轰炸IS是根本解决之道 两岸该如何合作反恐 早上7点30分到8点 欢迎call in到早安台湾发表您的看法 大陆华北东北听友 请拨免付费电话 10800-886-0063 华中华南听友请拨 10800-186-0063 其他地区或台湾听友也可以拨 02-2885-3003 早安台湾的QQ码是 405-473-707 QQ群是 160-247-629 以及 9344-444-4430 我们的微信 WeChat账号ID是 Good Morning底线台湾 无法打电话进来 请将意见、姓名、联络电话 寄到早安台湾电子信箱 TW007-8RTI.ORG.TW 我们准备了2016年 央广最新年历 要送给参与的听友 通通有奖 早上7点30分到8点 欢迎您的call in 早安台湾 早安台湾 正吃着什么样的早餐 吐司家伙推荡 要一口然后收听中央广播电台 周五大声宫 现在时间台北早上的7点33分05秒 您所听到的是 中央广播电台早安台湾 我是张婉如 我是谢嘉欣 这个时段就是我们开放 现场call in的时刻了 当然我们在之前也预告了一下 今天要谈论这个主题 有许多听众朋友 已经事前来信 或者是在我们的脸书 或微博上留言 所以稍后我们都会一并请 我们今天特别来宾 来跟大家做整体的回应 那我们今天先再度请到 这个特别来宾 跟大家问身好 就是中央研究院 近代史研究所的助研究员 吴奇纳老师 吴老师你好 吴老师好 大家好 老师我们看到很多听众 就是留言会告诉我们说 其实恐怖主义 是我们人类共同敌人 我们必须联合来应对 不能掉以轻心 也不能被哀死 吓倒一起加油 真的 这是人类现在此刻 所面临的重要难题 也需要大家一起团结来应对 所以 这个很多听众都是 这样子的回应了 我们等一下再请老师来说一下 到底怎么样应对 然后到底怎么样 来彻底解决 这个世界上的恐怖问题 那我们接下来电话线上 首先第一通是楚先生打电话进来 楚先生您早 楚大哥早安 夏日新 宛如你们早安 早 来这个星期您对这个反恐 反恐怖攻击 有什么样的想法呢 最近 最近啊 这个恐怖分子合同非常畅狂啊 啊 就是 你看这个 从近年之来 那个把泥反恐 这个 这个 1月份那个 炸泥酒产事件 遭到这个 恐怖分子卸卸死这个 杀了个人 最近那个 这个这个 这个把泥 一扫消 一死都 死杀亡残忠啊 嗯 还有这个 俄罗斯推示 又给恐怖分子 放了炸弹 啊 200多人死上 啊 自毁人亡 是 这样 这个是恐怖分子 是太猖狂的 嗯嗯嗯 那么这个 大陆这边有提到说 要催生反恐法 大陆这边 目前有在 进一步提到说 要怎么样来反对恐怖主义吗 对待恐怖 对待恐怖分子了 啊 啊 这个对 对和 一切恐怖事料 对所有的恐怖行为 都要必须给予 激怒 打架 是 与审逃 实际 嗯 绝门的流行 这个反恐啊 我认为不是一个 一个国家 两个国家 只得 不是一个主体 而是在 全世界 这个 共同成长 那个 讲究任务 嗯嗯嗯 嗯 这个 这个 我们这个 要 凡事 在反恐中的 你漏洞 啊 反恐 你亲自呢 是要防恐 防恐不乐事啊 这个反恐呢 就设置了 自主了 嗯 设置了保障了 是 你恐怖分子 大腰大白的 出射金 在蒙地出息呢 恐怖分子 敲闯打扮 制造了私人等等 这是不是 对于上 引进 紧紧定制呢 是不是对于 办法 设备和控制呢 是不是我们 已经 做此了 劳不苦苦 的一道道 防茜呢 就是 这对我们 搞得 管住了 嗯 不苦于调义勤勤 是 主不大义 好 谢谢您 真不苦于麻木不仁 是 反应其身 主大哥您的意见 我们听到了 其实 真的是在 毕竟出入境这一块 势必要做好 把关的工作啊 哎 一定要加强慌骨 好 谢谢 谢谢主大哥 加强慌骨也都不得 是 掌握自己啊 好 谢谢您的意见咯 拜拜 谢谢主大哥 谢谢 我们电话线上 我们电话线上 还有另外一位听众 是这个王先生 王先生早安 您早 是 王先生从哪里打来呢 我是从新疆打来 是 你好 来 我们今天来谈反恐 您有什么想法呢 我觉得这个 一反组织呢 实际上是 全球的一个恐怖主义的毒瘤 消灭它呢 必须全球统一合作协作 才能够有效的打击它 抛开这个 一些国家的局部利益 形成全球的一个统一战线 才能够将它消灭 是 群球统一战线 现在大家都在这个集结起来 甚至呢 国际之间也有做联合的轰炸 可是这样子 您认为有用吗 不仅是军事上的打击 还有情报上的合作 各个方面呢 整体协动起来 才能够有效打击它 像中东有些国家呢 有些局部利益呢 有些人 有些国家可能在暗中 支持着这个伊斯兰组织 是 好 王先生您在新疆 因为我们刚刚在节目的 上个阶段访谈当中 也谈到 僵毒的问题 我不知道您对这件事情 有什么样的想法吗 僵毒的问题 其实也是一个国际方面的问题 僵毒组织也是有一些 什么西亚的国家和一些美国 进行暗中的支持 才能够让它有活动的空间 您有机会跟新疆的 因为我听起来您应该是汉人嘛 是吗 好 那所以您有机会跟新疆人 做一些进一步的接触吗 他们对于僵毒有什么样的看法呢 僵毒的市场其实不是太大 但是呢 经济有些下滑的情况 它会利用一些宗教呢 影响当地的一些人的一些思维 是 你说市场不太大的意思说 人不太多 还是空间可能性不高 成功的可能性不太大 空间倒是有一些 是 好 我们这一块 等一下也会请我们今天 这个研究新疆的专家 这个吴老师来跟听众朋友 继续来聊聊到底僵毒 这些人为什么要独立 然后他们的空间到底在哪里 也非常谢谢王先生从新疆打电话进来 你好 谢谢王先生 谢谢 好的 再见 拜拜 好 接下来我们电话线上的这位听众呢 是钱先生 钱先生您早 安 早安 再见 您早 我们今天谈恐怖攻击 您有什么话来说 我现在觉得恐怖攻击是 现在恐怖主义是千人类的公敌 但是就是我觉得恐怖主义的根源有三大元 就是第一是贫困 第二是社会不公 还有一个就是极丹主义 那么就是现在在全球化进展中 我觉得这三大问题其实都是各国都要面对的 如何改善这种情感 改善贫困以及社会不公 还有就是消除极丹主义 其实我觉得摆在我们千人类面前 一件很重大的事情 是 所以您是从根本来看这个问题所在 贫困社会不公 真的就会引发社会的动荡 小是社会啦 如果大就是全世界了 当然近期就是恐怖中IS那个宣传民众 由中华民国国体出现 我觉得台湾要特别防范 嗯 是 好的 谢谢情深的分享 谢谢您咯 谢谢 老师我们刚一连接了三位听众朋友的电话 嗯 这几个朋友其实看得也还蛮深入的 到底恐怖主义为什么会发生 到底比如说我们如果以就近的在新疆的疆读问题 老师您也曾经跟新疆的人士做了很多深入的访谈跟研究 到底为什么这些人会 嗯 我们现在在一般人看起来是制造动乱啦 可是他们到底内心在想些什么 呃 是 呃 因为刚刚好 我想前先生讲得很好 就是整个这个呃 恐怖主义的这个现象 跟所谓社会不公贫困的现象有关系 呃 但是呢 我想这里面大家的这种认知当中 包括西方还有包括中国的认知当中都还有一个盲点啊 就是整个伊斯兰世界 他没有经历向西方的那种文艺复兴之后的转型 他也不像我们呃 所谓汉人世界当中向来比较缺乏宗教的精神 嗯 这个伊斯兰的社会在面对社会的呃 整个全球化的这个过程当中啊 他因为没有转型 所以他的这个适应能力并不是很好 那么所以他在这个回应呃 呃 全球化现代化的过程当中啊 他可能采取一些我们不太能够理解的一个方式去做啊 呃 这个 这一点就包括啊 我们不是说所有的穆斯林都采用相同的方式 其实很多的穆斯林是非常非常呃 这个努力 用各自的方式呃 这个不不不去影响别人的 想要融入现在社会当中 当然也想保存伊斯兰的传统 可是有一些不能够适应的人呢 他们就去采取所谓的这个回归宗教的基本教义 或者是这个采取极端的呃 比较暴力的手段来处理这样的一个问题 所以这个问题啊是呃 就汉廷腾所讲的所谓的文明冲突 其实主要是呈现在伊斯兰跟西西方世界当中 那么在伊斯兰世界内部 其实也有这样的问题 就所谓什叶派跟逊尼派的长期的冲突 他的背后啊 其实是呃属于伊朗跟沙烏地阿拉伯 这两个呃 政治中心之间的互相竞争 再加上哈 他们还有跟以色列之间 还有这种复杂的地缘关系 再加上第四个因素就是美国的介入 这个使得他们各自跟美国之间都有关系 这些到目前啊 变成了一个死结 我想要解决这个问题 就是西方他首先要放下一个自大傲慢 他要去真正的体会伊斯兰世界 究竟在想什么 同理啊 在中国新疆也是一样 这个呃 就是维吾尔人 还有其他的这个穆斯林 中国有另外这个几个穆斯林群体 他们在宗教方面的需求 呃 跟汉人不太一样 这个这是汉人不太容易理解 我们汉人需要去多花点时间 去理解他们的需求 是 哪一些的不一样 等下我们先老师再详细来聊聊 我们先接下一通电话 是 这位是确许 确许早安 嘉欣早 宽如早 您早 嗯 我在 在就好 好来来聊聊这个 这礼拜我们谈反恐怖攻击 你我们是 你是身为这个 你在台北生活吗 那你 你会担心说 这个恐怖分子 诶 锁定台湾 作为他们的攻击目标 哪一点都不担心的 台湾本来就被遗忘了 你搞不好伊斯兰国人 他们在地球一 在世界地主 还很难找到台湾 而且台湾对伊斯兰教 我可不可以简称回教 老师可以简称回教 很友善 我们的台北施展 长期 长时间的被占据 还有中山北路三段 我住在中山北路二段 长时间被回教图占据 也没有人 有时候 请你们离开 都没有啊 就是让他们在那边 我们对回教 是相当友善的 而且 从 所有的恐怖攻击 从最早的 印尼 巴厘岛的 老外 一直到最近的法国 那从来 台湾就不在其中 被俘虏 被杀害的人子里面 甚至有日本的 有中国的 就是没台湾人啊 但是美国 一旦把台湾列入 所谓的反IS联盟 这就说不定了 我觉得这就说不定了 就有一点点担心 因为本来我们看 世界上的恐怖攻击 会觉得那是国际新闻 我们这个心情是不太一样的 看到有人被斩首 有人被恐怖攻击 你会觉得一起哀悼难过 可是现在突然感觉到 好像跟我们也更接近了 美国真的很坏 他在联合国就不会提台湾 然后在反恐的时候就提台湾 你提台湾 你不要说IS不高兴啊 中国一定不高兴的 那今天国安新闻就出来了 一百亿的这个军购 要跟美国买的 好像等于交保护费嘛 你要进入反恐 来来你给我买武器 你就是最强的 那就是很坏 美国真的很坏 好这是台湾的观点 我们非常也觉得 这个感谢确许您的意见 等一下也请老师来回应一下 台湾民众到底该怎么想 谢谢确许咯 谢谢确许 拜拜 那我们在今天电话线上 这个有接了很多 听众朋友的call in 然后事前也有许多的来信 其实我们现在QQ也是开放着的 欢迎听众朋友 也可以透过网路来跟我们做交流 是这个在QQ上面 就有网友来分享说呢 这个大陆很多地方的恐怖活动 比如说早些时候的 这个公交车的燃烧事件 最后呢都被定义成 国人的泄愤事件 那透过这些栽赃陷害式的 侦破结论 可以推出呢 这一次RS屠杀大陆人的行动 这个他说他用的词是 共匪没有宣传成其他事件 这已经是对大陆的这个 他讲的是租民来网开一面了 租民 什么意思 他将这些民众变成 形容是租嘛 租民 我以为是租多的租 言字旁的租 这个大陆 这位网友的那个用词 比较激烈一点 老师你也请您回应一下 就是我们刚刚有网友的意见 然后也有这个台湾听众的意见 好我先讲我们这个确许先生的意见 我想这个他提到 这个台湾人对于回教徒的一个态度 我想我们台湾其实从这个基本的出发点上 大家都蛮良善的 我们其实是还蛮能够宽容 像印尼移工啊 还有其他的一个穆斯林 只是我的这个见解有点点差异的是说 不管是柯市长还是确许先生都觉得说 我们对于穆斯林是极度的友善 那么他们也没有理由来攻击我们 这一点我们可能有一点点盲目 因为这个我们对于这个穆斯林最大的一个 确实是我们对他们的了解非常有限 而且这个整个伊斯兰文化是一个相当博大精深的 深奥的东西 我们只是假如说只了解他们不吃猪肉 或者礼拜五去渠道之类的 这样子其实是不太够的 那我们也许需要多一点的了解 还有多一点的同理心 这样子真正的跟这个伊斯兰 跟穆斯林来交朋友 其实对我们的安全应该是更有保障 尤其现在我想这个确许先生的一个反应也是对的 就是说美国对我们的需求是蛮现实主义的 那么至于大陆听刚刚这个QQ上面的这个问题 我想是现在北京当局 他也采取一个蛮现实的态度 他不能够说把这个所谓恐怖主义 跟他国内现实做那么太直接的连结 这个对他来说有可能会引发反弹 其实现在大陆社会呢反而是在民间 他是就是说这个公民社会的形成 还有段距离 大家的反应往往是都是过渡的 所以他们我想就是北京当局其实是如履 如履薄冰的 是那么另外呢在QQ上面呢 也有网友分享说呢 他说共匪就是导致台独 疆独藏独的根本原因 清朝皇帝都可以怀柔了 那为什么共匪却导致了这些独立行动不断发生 那么另外一位来自广东珠海的听友是说呢 这个他觉得说我们面对这个IS的态度最好还是保持着中立的态度 他觉得说这个反恐是大国的事情 小国一旦受到了恐怖分子的攻击 没有那个大国保护啊是自讨苦吃 那还有听众呢 这个Q上听众呢是会回应说呢 他觉得IS抬高台湾的地位了 大陆对于这个IS将台湾纳入这个反恐的行列当中呢 是知自未提 另外也有一位这个大陆听友是说 这个伊斯兰国杀了中国人政府无动于衷 实在看不下去 除了刷嘴皮 什么行动都没有 嗯 好其实老师我们也看到一些大陆的网友 或者一些舆论网路上的言论是说 一线上个礼拜就传出中国大陆 有人被杀害被IS杀害 所以那中国到底做出什么样的回应呢 就是有鹰派会觉得说大陆应该要更强硬一点 老师你怎么认为呢 我想在现实层面里面 其实大陆能够在中东的所做的着力点真的并不太多 因为他还是跟美俄有很大差异 美俄在中东的经营那么是数十年的 包括他对军事行动 他的后勤支援力量都是有充分准备 目前中国大陆在中东还没有这样的准备 那么假如说他愿意去介入的话 他可要承担不仅是财务上面比较大的风险 还有政治上的风险 这里面包括就是他内部的新疆的分立主义 或者是宗教主义的运动 其实都可能会对他造成反弹 所以对于大陆来说 目前他们也采取了好像比较明智的态度 没有做激烈的反应 他只是去宣示一个反对恐怖主义的态度 这样做出一个政治姿态而已 我们刚刚还有不少的网友也谈到怀柔政策 就是到底中国政府要怎么去对应对内部的独立的声浪 我想这个内部独立声浪 这个从政治上来说 不管是1949年前的中华民国政府 还是1949年以后的中国政府 都曾经采取过这种高压跟怀柔并行的政策 不过他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 就像我刚刚说的 因为你面对伊斯兰 它是一个特殊的宗教现象 这个宗教现象是整个的汉人 不管你什么样的意识形态所不熟悉的 同理刚才有人提到西藏 这个西藏也是汉人所不熟悉的 因为当地是一个宗教的社会 这是不管是汉人还是西方 都已经长久遗忘的东西 那么刚刚他也提到台湾 其实同理 大陆对台湾的一种理解 其实是有蛮大隔膜的 因为台湾主要是在1895年之后 有长达50年的历史经验 跟历史记忆跟大陆不同 那么大陆把它简单的简化成一种说是 国共之间的政治竞争 我想这个是简化了 所以说如果说我们刚刚听众说三独都这个藏独 江独跟台独都是由共产党的独裁造成的 我想这个可能只能说明一部分是很小的一部分 更多的可能我们需要更深入的去了解 老师刚提到1895就是台湾在马关条约之后 割让给日本在殖民的一个时代 有长达50年 就是台湾人民开始有不一样的想法了 在跟中国这块土地 主要是这个 它的历史记忆有比较大的差异 尤其是三个重大的事件 他们有经历过 一个是中华民国的建国 第二个是五四运动 这是形塑中华民族的重大事件 第三是抗战 其实抗战台湾其实参与的都非常少 甚至于这个经验是相反的 这三个重点是整个的大陆 我想需要去真的去做同情性的理解 是不过刚回到这个伊斯兰国家 这个华人对于这个伊斯兰教徒呢 他们不了解 也没办法尊重这样的多用文化价值 也是有可能会导致这样子 恐怖极端主义会出现的原因吧 这个是在生活经验当中 也是一个蛮重要的原因 因为这个我们假日常生活当中 随时碰到自己的这个宗教信仰生活习惯 没有被尊重 甚至于假如在大陆 我们发现如果拿到新疆维吾尔人身份证的人 他们去内地住旅馆会受到刁难 就被别人看成是恐怖分子 他当心里面是非常不好受的 很多的大的事件是一些小的生活细节造成的 日常生活的累积造成的 所以这些都不能够去忽视 其实我们也想借由这个节目告诉大家 很多事情你看到了新闻 这么样的巨大 可是绝对一件事情重要是你不能以偏概全 很多伊斯兰人 伊斯兰的教徒 他们的想法就是 不一定每个人都是极端分子啊 也不是每个人都是邪恶的 所以我觉得也借由这个机会跟大家聊聊说 好你看到了一个新疆人 你不要以为他就是像过去新疆 在中国大陆发生的七五事件 然后以为看到新疆人就是一个拿着刀 拿着枪要杀害你的这个恐怖分子 不是这样子的 对你讲得非常好 我想我们对于整个伊斯兰 还有这个穆斯林 需要做多的 就是说我们去要多了解他们 多做同情性的理解 这个你当你了解的越多 越不会产生这样子一种以偏概全的 简化的这个想象 是我们看到呢 这个大陆网友啊 也有提到说 大陆不介入国际社会的反恐声浪的话呢 恐怕是会引起伊斯兰世界的反弹 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看法呢 大陆不介入国际社会反恐 怕会引起这个伊斯兰世界的反弹 可能这个听众要再多说一点 宛如也觉得蛮奇怪的 想知道更多你的想法 那我们还有一些事前的来信 是一个大陆听众何先生 他说武力的反恐 虽然不能说是一剂药道病除的良药 但他至少可以在一定时间 跟空间上压缩恐怖组织的生存能力 那再服以多样化的经济制裁手段 才能可能迎来胜利的曙光 因为其实有一个问题 我一直很想在节目最后一点时间问老师 到底我们现在是各国联手轰炸 能解决问题吗 我想这个联手轰炸 你会看到一个短期的效果 就是至少IAS 假如说它的生产石油的设施被破坏之后 它的财政上面是会有限缩 它的这个行动能力也受到限缩了 不过呢 有一个根本的问题其实没有解决 就是IAS它不是一个我们所认知的这个国际社会里面 依照国与国之间的这种政治竞争所形成的一种 组织吗 对这样的这样一种政治关系 它不是在这个关系里面的 那么IAS它的背后又有它自己的意识形态 有它的理念的那一部分 那么他们所采取的不管是军事行动还是这个恐怖行动 都是非传统或者是就所谓非对称的手段 这些手段我们简化说也许就像是游击战 我们用这个正规战去对付游击战 它的成功几率并不高 效果是不好的 很像是用铁锤去打苍蝇一样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 我一时的去压制了它 长久而言 假如说你没有处理背后的这个经济的文化的 跟政治的这样的一个根本根源 另外呢就所谓国际的联合 它背后假如假如说不是大家真正的联合 而是各怀这个各怀鬼胎的话 那那真正的这个打击的成效一定会是很有限 是刚刚老师也提到说 这个空袭行动是为了希望能够阻断 削弱这个IAS的行动力 不过这个空袭行动 如果不能够精准的打到对的地方的话 其实也是对当地居民生命才能安全的一个非常大的伤害 这毫无疑问 就是不过任何国家的袭击 它都要付出这个伤害平民的代价 目前为止没有办法避免 我们在微博上也看到有一位网友叫冯冯冯大川 他就说在这之前轰炸之前 还是应该尽可能的去救回那些生活在IAS控制下地区的难民 这也是要值得注意的地方 我认他建议很好也蛮符合理想的 不过现在各国都不太愿意付出代价 因为你派出特种部队 所以他可能地面人员就有牺牲的可能 这个他会造成比较国内的这种民意的反弹 这国民意就会反弹 对现在各国不太出地面部队 我们有一个听众李小姐李倩 他就说其实应该要有地面部队进攻 才能够彻底消灭 但现在各国有自己的考量吧 这个我想各国都是在中东都有经验 尤其是这个美国人的经验 即使你派了地面部队 你依然没有办法去解决背后的这个真正的政治 政治因素 政治因素 经济文化 这个都是超出美国人想象很多的 所以他们觉得过去发生了这个伊拉克的战争 这是把美国拖入 你一闹了 现在这个ISIS他不敢介入 那么况且ISIS在一定程度上面 跟美国的关系还是比较密切 他曾经有很密切的这种历史关联 所以这也是美国不太愿意去动用地面战另一个理由 老师这样十秒中年们说 到底怎么样来解决 我们此刻怎么面对这个问题 福利抽新的方法 我想我们最终还是必须要去面对背后的政治文化 跟经济的因素 否则你杀了一个IS 还有千千万万一个IS都还会出现的 对这是毫无疑问的 好 时间进行到这了非常感谢中央研究院金代士研究所的助研究员吴启纳老师 今天来到节目现场接受我们的访问 谢谢老师 谢谢您 谢谢